對啊 沒想到是 對我的肯定得到十九分 二十分 所以上次幾天 因為有壓力啊 我就帶下來一起加油 只要不醒過來 這就不是夢 請看著我 請擁抱我 一吻別流動 好多話想說 好多事要做 請天空給我 請時間給我 再多一點停留 成為一道彩虹 遇過了就該善良最遍天空 讓我生愛的你感到光榮 成為一道彩虹 請全力也要換一段笑容 夠了我愛你 不必忍懂 心愛的你 若有感動 請牢記在心中我 下一次下雨 你能看見的 那道彩虹 那道彩虹 不彩虹 那道彩虹 不彩虹的是我 居然離一道彩虹 身為遇到彩虹 身為提到彩虹 身為提到彩虹 這首歌 這樣抓來又抓去 然後有很多別的楊丞翔 好 現在心情有調戲好了 OK 帶來什麼歌 情情不必勉強 不必勉強 掌聲歡迎賴明瑋 謝謝 在每個分手到別的地方 總有一些紛爛的腳印 誰不曾徘徊過 不曾留戀過 當思念藏在未知的重逢裡 在一個淒晴寒涼的夜裡 含著眼淚我默默離開冰 千語和萬語無從說起 只有輕彈傷痛的旋律 離開你 不容易 想念你 不得已 如果你 真在意 不必勉強你自己 我不怪你 日記裡太勇氣 只要輕心把握過去 在好多好多犯規的夜裡 在好多好多犯規的夜裡 我在夢中輕輕呼喚你 我在夢中輕輕呼喚你 想你的笑容 你的聲音 把思念藏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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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你 不容易 想念你 不得已 想念你 不得已 謝謝 謝謝 好的 賴明瑋的演唱 馬上呢 就有請 今天其實呢 我們在中間錄影休息的時候呢 所有評審都一直在嘆氣說 哇 真的太精采 太難 而且就讓莫文蔚給碰到了喔 Karen 先來講評這一組好嗎 兩個我都非常喜歡 如果 花川王子啊 你 我很喜歡你的 你很誠懇的那種感覺 你讓我覺得 謝謝 我覺得很舒服 然後 余明 我又覺得你的那個揮灑自如的 那個又很棒 就有那種就是 歌手那種風範 當然也有fancy的支持這樣子 謝謝 對 所以我兩個都非常喜歡 好 章魚老師請講評 楊先生啊 滑床王子 你今天 你今天的Key 可不可以再升個半Key 或全Key可能會更好 你唱得上去嗎 我們可不可以試一下看看 試一下 副歌是不是 先升個半Key 全Key好了 直接升全Key看看 你感到黃絡 我唱得上去 OK 老師覺得 所以是唱得上去的嗎 因為其實像這個歌喔 它本身的節奏是比較 所以你更需要多一點的表情 更需要power 但是 但是你如果Key降下來 會覺得說整體會比較軟 然後會有點拖拖的那種感覺 所以變成 就表現得就沒有上個禮拜這麼好 這樣子 是因為遇到彩虹 遇過了就開 閃亮成片天空 因為其實我覺得游泳唱歌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它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它一直覺得它自己唱歌有問題 有嗎 老師說有沒有這樣的心理 這個之前其實張玲老師有 我有私底下檢驗過張玲老師 其實就是 盲點跟自信心 你的Vocal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為什麼會覺得你有問題 因為你的表情 你的肢體語言 讓人家覺得 你沒有這麼的篤定 你沒有這麼的融入在你的歌曲裡面 所以我也許不看你 我會覺得唱得真好 看你會覺得你好像自己有點懷疑 好像怕怕的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你需要克服的一個很大的心防 好 馬上來看看我們這一組的分數 楊誠祥可以得到幾分 請評審按燈 楊誠祥得到的分數是 十三分 十三分 好的 謝謝老師 接下來我們的Yumi得到的分數是 請評審按燈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九分 十九比十三 恭喜我們的Yumi 謝謝 恭喜 謝謝 好 不過楊誠祥這個落差這麼的大 他上次可以跟這個Yumi 甚至是PK再PK 到這一次的這個落差這麼大 莫凡老師覺得 我覺得你今天唱歌 唱這首歌曲唱得像軍歌 他的切分的部分 其實你把它弄得太工整了 就會變成軍歌 就像 聽證步 對 就像這樣子在唱軍歌 情感的部分就會被分化掉了 這個真的是滿可惜的地方 前 上個禮拜我們看了你的表現 完全跟今天是不一樣的 你今天被音樂玩了 不是你在玩音樂了 這個完全是兩回事 所以回去要記得這個事情 在你的節奏部分 你可以去做切分 像由命就做得很好 可是我今天就有一個形容詞 叫過與不及 由命今天有些部分做得太過了 我寧願他今天能夠再保持得更穩定一些 會更好 要不然不只十九分 這兩位的對戰也讓我們看了 這個很精采的比賽 不過問一下楊誠祥 因為在這個 星光二班那個時候 在百人初選的時候 你是因為划船嘛 對不對 要練習嘛 那你要來參加第三季嗎 OK啊 OK喔 好